我追求柏拉图之恋 讨厌一切身体接触 婚后五年我都没有性生活 就连唯一的儿子也是坐试管得来的 可标榜性都是无讳的妻子 却背着我跟好兄弟去参观了性文化博物馆 不等离婚二人就同居在一起干柴烈火 妻子甚至发来床照挑衅我 我的身体你也配胖 霸占了我五年是时候把我还给他了 后来我迎娶清纯笑话 他却死死拦着婚车当街脱衣下轨 我现在就给你 别不要我好不好 当老婆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时 我从口袋翻到了一张性博物馆的门条 与我最好的兄弟唐三朋友圈晒出来的一模一样 我拿出手机反复对比 从折痕到色泽 最终确定了心寒的事实 昨天和唐三一起去性博物馆的那个女人 是我老婆柳如烟 我和柳如烟结婚五年 她说她信仰柏拉图的爱情 真正的爱是不惨杂任何杂志的 那种和娼妓都能产生感觉的性 让她觉得恶心污秽不纯粹 可到底是我放在心上大学四年暗恋过的女生 和她在一起乃至结婚后 我都尊重她毫不愉悦 我爱她爱到接受无形婚姻 爱到结婚五年还是个处男 我们相处过的最近距离就是拉拉手 嘴唇像蜻蜓点水般触碰一下便立即分开 多一秒都会让柳如烟产生不适 就连我们三岁的儿子 也是婚后做试管婴儿生下来的 可柳如烟除了柏拉图之外 其他的一切都算得上完美 尊敬公婆善待父母 婚后和我相敬如冰甜蜜恩爱 就连儿子也被他教育的礼貌可爱 受尽众人喜欢 我不是没有正常的诉求 也曾尝试和妻子商量换一种生活方式 性永远是爱的催化剂 而不是腐蚀剂 可每当提起这件事 柳如烟总会满脸恼怒 说我根本不爱她 爱她就应该尊重她 不能做她接受不了的事 闹过几次矛盾后 我还是妥协了 反正孩子已经生了 日子总得过下去 老婆儿子比起那档子是 对我来说更重要 可我没想到的是 一向是姓为洪水猛兽 甚至我在她眼前裸露 都会骂我流氓说我误会的柳如烟 居然和我的兄弟一起去参观大致的姓国武 难道他们 你在干什么 柳如烟的一声立驰打断了我的猜想 看到我手里的屏幕合票 她居然冷哼一声 如是重负般卸下了伪装 看来你都知道了 我正愁怎么和你开口 这样也好 离婚吧消炎 我不爱你 我爱的是唐三 我们在一起了 一刹难 这些日子柳如烟对我的横眉树眼 都有了解释 自从半年前 柳如烟就对我冷暴力 对儿子也是爱达不灵 可她生性冷淡 婚后也时常耍小兴 我以为是哪里做得不好委屈她 可之前一样放下工作 整天围着家里 包包首饰只要是她看一眼的 都买回来双手捧上 为了修复感情 我又是亲手给她洗衣服做饭 又是亲自带孩子 只求她能陪我和儿子 好好吃个晚饭 可她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里了 饭不是杀内奸辩论的 柔情似水的妻子 也不是突然性情大便 突如其来的真相 让我溃不成居 腿软的差点跌坐在地上 柳如烟已经自顾自去 卧室收拾起了衣服 脸上满是期待和向往 我已经通知唐三来接我了 今晚我就搬出去 离婚手续我们在约 萧妍 放手对我们三个人都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领直气壮 好像做错事的那个人是我 那你就这么对我 这么对儿子 你还要不要脸 我站起来打掉她手里的行嚣嚣 怒吃到 儿子听见动静 放下玩具 捏手捏脚走到了门口 瞥见她小小的声音 我的声音压低了很多 挤出一丝假笑 儿子才三岁 柳如烟 你别太过分 此时此刻我多么想 从她脸上窥探到一丝愧疚 哪怕是一丝也好 足以证明她对我们父子 不是一点感情没有 可她冷眼瞅了眼儿子 冷冰冰的神情 吓得儿子当场哇哇大哭 不是她的孩子 我不要 东西我也不拿了 反正三哥都会给我满心的 用过的东西和人他都不喜欢 就留给你们父子当个念想好了 说完他静止越过我朝门口走去 儿子哭着上去抱住他的裤脚 妈妈别走 别不要我和爸爸 妈妈别和爸爸吵架 小宝要爸爸妈妈 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喊 听得我心里十分难受 一番拉扯下 我咬紧牙关开口 柳如烟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回来好好过日子 为了儿子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回应我呢 只有碰的一声关门声 和他决绝潇洒的背影 他居然一脚把三岁的儿子踹台 义无反顾奔着那人去了 我抱起地上哭闹的儿子 即便自己心里也像脆了毒 一样难受的喘不闷气 可还是温声细语地哄着他 年幼无知的儿子 在我肩膀上哭着睡着了 我抱着他来到窗台上 亲眼看见柳如烟 亲热的像一只花湖底 哭进了唐三怀里 二人旁若无人地在路边拥吻起来 我看得一阵恶心 在这之前的五年 我把他捧在手心 他从未像这样和我亲热过 连拥抱都不超过三秒 原来我自以为的高洁如月的妻子 幸福恩爱的婚姻 不过是一场自我编造的笑话 柳如烟他 出轨了我的兄弟唐三 伴随二人开车离开的背影 我的眼睛被泪水浸满 模糊了视线 我和柳如烟还有唐三是大学同学 唐三还是我的大学舍友 当初的柳如烟是校园女神 无数男孩都热烈大胆地追求他 我也不例外 可大学四年的柳如烟 还觉得生活梦幻的就像一场梦 过去心心念念四年的女神 就在身边触手渴 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 照顾她一丝一毫感受 过成了模范夫妻 唐三更是我们一路爱情的见证者 当初就是她极力撮合 鼓励我毕业后大胆追爱 这才有了后来这些事 可是到如今细细回味起来才发现 这对信求男女早就有了猫腻 怪不得唐三每次出差回来 都会假装我的情面 给我老婆带领过 怪不得柳如烟 总算借口体谅我社交不易 帮我身边一大帮单身男人洗衣服 还时不时亲手下厨做饭款待他们 美其名曰作为嫂子理应 帮着照顾兄弟 现在看来 一切都是她是想亲手 给唐三洗衣做饭找的借口 可恨我当着一桌子 唐三爱吃的餐 浑浑噩噩过了五年 什么都没察觉 想到今夜儿子跪在门口 哭着求他别走 可他自始至终 没有回头一次的可怜模样 我握紧的双拳又松了松 原来不爱你的女人 就连亲自生下的孩子 也能说不要就不要 母子连心和真情相待 终究抵不过意乱情迷 儿子因为白天受刺激 大晚上发起了高烧 哭着喊着要妈妈 我忙前忙后伺候 又是胃药又是擦身体 熟练的看着他的体温 一点点降下去 这三年里 柳如烟挂着妈妈的名号 整日逛街游玩 儿子每一次生病 每一次成长 只有我这个爸爸守着 过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妈妈 尽管如此我都甘之如代 一想到他当初生儿子受的苦楚 我就不想他余生 再因儿子有一丝皱眉 所以才包揽了 儿子出生以后的一切 让他心无旁骛 做个悠闲的阔态 家庭工作两头顾 好在继承的家族企业 生活重担不大 每次看见柳如烟 大胆小胞提回家 脸上洋溢的笑 我都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是男人 就该有本事 让自己的女人幸福 但没想到绝对的真心换满 竟是他和我好兄弟的双双背叛 儿子紧闭的双眼 时不时一出泪滑 嘴里喃喃我要妈妈 我没忍住拍了一下 他的小屁股暗自骂一句 小没良心的 每次生病都是你爹我伺候你 关键时刻居然不叫你爹我 然后打开手机 给柳如烟打去 孩子生病这种大事 他作为母亲于情于理 也该回来看看 我也刚好趁机和他好好谈谈 毕竟生活了五年 柳如烟不可能对我们父子 一点感情都没有 可接通电话的时候 手机里忽然传出 一阵男女狗和的声音 我忙拿着手机 躲到阳台隔开儿子 我在半夜的寒风中 觉得无比讽刺 脑子忽然变得清醒起来 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念想 也烟消云散 什么柏拉图 什么纯洁 一切都是因为不爱 为了给那个男人 守身如玉找的借口罢 看着床上小脸 红扑扑的儿子 我忍下怒火平静的开口 儿子高烧不退 一直叫你的名字 你回来看看他好不好 跟他说两句话 安慰一下也行 他可是你亲儿子 柳如烟雀一边喘息一边 不耐烦地回复我 发个烧又死不了 萧妍 结婚五年 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 我不欠你 以后别来烦我 他身旁的男人一把抢走电话 发出爽朗炫耀的畅销 萧妍 这种声音过去五年没听过吗 我今天就用点力 让你好好听不懂 弥补遗憾 亲爱的叫大声点 然后电话里传出来 更恶心的声音 我立马掐断电话 独自守着儿子直到天亮 一晚上我都在盘算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柳如烟为什么这样对我 明明他想要的我都给了 并且做得更好 明明我们有一个 怎么可爱的儿子 明明他曾经也拉着我的手 说话 在我这里 他过得像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明明我们之间 发生过那么多美好 看着儿子和我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小脸 心底有些安慰 好歹儿子还是我的 天刚亮 消失一夜的柳如烟 终于发来的消息 不过是他躺在 唐三怀里的照片 二人亲密如间躺在一起 唐三的脑袋 眷恋的埋在柳如烟脖子里 是啊 这才是爱人原本的模样 我跟柳如烟的五年 什么都不算 我你也配碰 过去你霸占了我五年 也是时候把我还给三个了 我想了想 还是让你亲眼见一下 早点死心 免得你还有什么痴心妄想 消炎我们完了 我到底没忍住 发出心底的疑问 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 搞在一起的 是婚前 还是婚后 还是更早 很快手机就响了 直到看清上面 四个杀人诛心的子 我终于下定决心抽身 从未分开 收拾好心情后 我坦然发去扯证事件 明天上午八点 明镇局见 离婚 第二天我前脚 把儿子送幼儿园 后脚早早去明镇局等待 直到中午明镇局下班 都没看见柳如烟的声音 打电话过去是无人接通 这时儿子的幼儿园老师 却打过来电话 逗逗吧 逗逗被他妈妈接走了 平时都是你来接 我跟你说一声 听他电话里的描述 是柳如烟和唐三 接走了我儿子 我立马慌了神 情急之下斥责了他几句 身为老师 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人 让外人接走我儿子 平时都是我接 你哪次见过他妈妈 去过幼儿园 害死我了 电话地面的女孩 先是一愣 然后语气慌张 立马道歉 萧先生对不起 这件事是我的错 要不你看 不等他说完 我立马挂断电话 漫无目的寻找起来 期间还给我爸妈 打去报知情况 爸妈 逗逗被柳如烟 和他情人拐走了 快找人 电话那头居然传出 我丈母娘的声音 什么 情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知道真相的三老都气坏了 把我叫回了家 还没进门 柳如烟的妈就伸出手指着我 刻薄开口 烟烟为什么出轨 是不是你欺负他的对他不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犯错你也有原因 他是孩子妈 也不会害了孩子 倒是你 实在该好好反省一下 为什么让这段婚姻 走到现在这种地步 烟烟的弟弟下个月结婚 你要是不想失去 他就包办一切吧 你对娘家人好点 我们也好开口 帮你劝他回归婚姻 实在不行 你给他转个几百万气 削了就好了呀 哎呦 我一出事你就柳如烟柳如烟的大名小叫 哪个女的能跟你过下去 爸妈也跟着上来 顺着丈母娘的话对我问子 我受不了了 把柳如烟凌晨发来的照片 和不要脸的话摆在他妈面前 我最大错就是娶她进门 丈母娘脸上的刻薄僵住了 脾气忽然软了下来 咽了口口水后 她结结巴巴开口 女人骂我 哪有人一辈子不犯错的 哪对夫妻不是吵吵闹闹过来的 婚姻考的是修行 我跟她半年轻的时候也糊涂过 再说了你整天都工作还有应酬 说不定早就跟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过 我做主这件事你们扯平 烟烟从来不做没有理由的事 说不定就是你哪天让她伤心了她才这样 她紧接着话锋一转 居高临下的火稀泥 还把脏水泼在我身上 妈 不爱就是原罪 还有你消炎 你天天围着我转就跟臭仓一样 知不知道 我早就受够了 不等丈母娘继续说 她女儿也过来了 亲手打了她的脸 柳如烟穿着低胸连衣裙 脖子上一片印记 像是来给下马威的 我看了看失利眼丈母娘 又看了看柳如烟 是啊妈 不是我不想做你女婿 是你女儿爱上了创业草根 你我无缘 以后萧家的钱是花不到 之前弟弟欠下的也尽早还了吧 也就一百来万 不多 还有之前借给你们和弟弟住的别墅 记得早点搬出去 听完这话的丈母娘不干了 恶狠狠地朝柳如烟扑上去 一个不要脸的性球 敢给萧妍戴绿帽子 看我不打死你 快给我的好女婿跪下认错 看你还敢不敢劈插腿啊 柳如烟捂着脸满地逃窜 不一会脸就肿起来 口鼻滴血 妈妈别打了 天下的有钱人又不止她萧妍一个 你的新女婿比她不知强多少 听到这话的丈母娘 这才善善停手 躲到一边当透明远 萧妍 儿子我藏起来了 今天就是来跟你谈条件 柳如烟顶着肿起来的脸嘟嘟囔囔开口 听到儿子的消息 我火速收拾了一下 跟她单独出去 离婚前我要求你写好遗嘱 你和你爸妈名下所有财产 等豆豆成年后全部由豆豆寄成 并且离婚后不能再婚 更不能有孩子 保险起见 你得先做劫杂手术 我可不是放不下你 我是为了儿子着想 万一我走了哪个狐狸精趁虚而入 生下一个信求 跟我儿子抢家产怎么办 还有 豆豆自小跟你一起长大 自然要跟你 三哥不喜欢小孩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离婚不让你见豆豆 我也不会跟三哥断掉 看你萧家丢不丢得起那个人 柳如烟胜刑在握 笃定我一定会为了豆豆妥协 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五年 他太了解我了 知道怎么拿捏我最痛 豆豆是我的亲儿子 就是我的命 我无奈叹口气 刚要妥协 电话响了 豆豆爸爸 我找到豆豆了 快来 三 电话那头周老师匆忙向我呼救 豆豆哭喊不断 时不时夹杂唐三的脏话 你个信求女人放开这个小兔崽子 爸爸 爸爸救我 我搜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转身朝地质赶去 柳如烟大惊失色 跟了上来 不等他打开副架上的门 我就开车扬长而去 赶到的时候 唐三按着小五老师撕扯 想抢走他怀里的豆豆 可小五老师紧紧护着 大喊抓人贩子 气急败坏的唐三 居然直接上脚踹他的后背 我一个飞身过去踹翻了他 拉起豆豆和小五老师 护在身后 感动我儿子 今天就心仇旧恨一起算 忍无可忍的我失去理智 趁唐三倒在地上 一拳一拳砸向他 可瞥见一脚蹭上的血迹 我才想起儿子还在身后 忙停手转身看他 却发现小五老师贴身的 把豆豆的眼睛捂住 没让他亲眼看见我暴力的一面 我暗自松了口气 把豆豆紧紧抱了过来 小五老师的嘴角渗血 额尖也被擦破低血 怀里的豆豆却安然无恙 小五老师 谢谢你 多亏了你 还有电话里我态度不好 对不起 心里的感激是真的 我一个人大男人 居然没忍住蔓延寒泪 没想到小五老师 却腼腆的笑了笑 豆豆爸爸 我也有问题 不该让别人随便接走孩子 就当我将功底部 唐三反应过来还想起身动手 却被赶来的警察制服了 就在他即将被带走的时候 紧随其后的柳如烟母鸡护载一样 把他护在身后 误会 都是误会 他是我爱人 我是孩子妈 那个女人 那个贱女人才是陌生人 抓他 还有那个男的 他打了我老公 就该坐牢 我的底线一将在讲 本想离婚了事 可他们两个人敢动豆豆 我一定要报复回去 我是孩子爸爸 还有我跟你没离婚 他算哪门子爱人 警察同志 我要举报 我马上离婚的前妻 和他出轨的情人 设计拐卖我儿子 以此敲罩我 这就是证据 说完我打开了 刚刚咖啡厅路的音 真相大白 众人都鄙夷的 看向这对性球男女 小五老师满脸同情 真不要脸 就差去兜里抢了 孩子18岁 他使诈亲近亲近 钱不都到他这个妈手里了 一看这对性球男女 就不是东西 刚刚那个男人 对孩子大呼小叫的 心眼比屁眼都脏 因柳如烟 和我有那张正的原因 他没什么事 可唐三却被依法拘留 心疼的他一眼 没看受惊吓的 直直追着情夫上了警车 我紧接着打电话 让爸妈找律师 以最快的速度起诉离婚 让柳如烟净身出户 还有他家里人 这些年拿走我的所有东西 我要一件件全部讨回来 可能是白天的时候 宁小五拼命保护痘痘的原因 他特别年龄小五 只肯抱着他睡觉 我提出花三倍工作 我顾宁小五 这几天留在家里 帮我照顾痘痘 又雇佣了好几个保镖 从家里到小区门口 都有人守着才放心离去 一些私事 也该尽快了结了 柳如烟出轨证据确凿 近身出户板上钉钉 我紧接着来到 借柳如烟一家老小居住的别墅 大半夜让人 把两个老东西赶出家门 他们却比我想象中平静 颇为不懈的说走就走 还说他们的新女婿 是大人物 以后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正好碰上了鬼混回来的 小舅子柳如达 看见我的坐牌 他一下车就洗了洗鼻涕 擦在我衣服上 之前问我要钱需要的 我的时候装孙子 一口一个姐夫叫着 现在用不着了在这装算 这辆超跑也是你的 正好老子开腻了 还你 柳如达把钥匙扔在我面前 从院子里找出大铁锤 一下一下把刚买一年的 法拉利砸个稀碎 反正垃圾就该配垃圾 我姐夫唐三知道吧 等他认阻归宗 回了豪门当总裁 送我十辆不加笛 不在话下 你算老几 我不慌不忙找人计算损失 从别墅里这些年 他们损坏倒卖的骨头 破损的跑车 以及五年来 大大小小借的债务 加起来足足有上千万 听到数字的柳如烟 爸妈脸色不自然了 好歹女婿一场 不至于做得这么绝吧 对啊对啊 反正萧家有钱 没了这点又不是活不了 我看那烟烟和你离婚 你们一笔勾休就行 什么离婚损失费 才算分割烟烟 只要一半不就行了 我冷笑一声 原来这家人还有这个打算 可惜他们算盘落空了 柳如烟一份都从我这拿不到 柳如达却格外冷静狂妄 萧炎那萧炎 等以后你就知道 你得罪的是什么人了 我姐夫爸妈有权有势 你等着吃牢饭吧 怪不得怪不得 有这么多年奸情的柳如烟 和唐三忽然光明正大 原来是唐三找到了有钱父母 居然也姓孝 A是姓孝的有钱人 不就是我萧家 唐三到底是谁的私生子 想到这我马不停蹄展开调查 尤其针对我爸年轻式的私生活 我的调查还是被二老知道了 接到电话回家的时候 爸爸神情紧风 我帮你查清楚了 免得晚节不保 这个唐三还真是萧家的人 不过跟我们家没关系 你自己看 我拿起桌上的资料 一字一句看清楚 这才放下心来 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是个富二代 爸不屑一顾 今天晚上他的任亲宴 是时候去会议会这个唐三了 晚上我们一家人 走进一座郊外别墅的时候 站在门口迎接的唐三 和柳如烟脸色黑了 唐三伸手拦住我们一家三口 这里不欢迎你们 还不快管 怎么 难道是知道我的背景 来求和 晚了 萧妍 等今晚结束 我明天第一个宰了你 柳如烟晚上 唐三的胳膊 沾沾自喜 他的爸妈和弟弟居然也在场 还是以未婚妻亲属的身份出席 当初谈好的条件也不答应 萧妍 现在后悔可晚了 等三哥继承家业 你们萧家就等着破产吧 萧妍 你要是现在跪下来 给爷爷我舔鞋子 我就代表我姐姐姐夫原谅 如何 柳如达伸出脚勾了勾 几人拦在门口的动静 沙内奸引来了所有人的主意 眼见人越聚越多 唐三的亲爸妈也凑了上来 唐三像狗见到主人一样 立马跑过去求庇护 爸妈 这就是那个上大学 开始就欺负我的混蛋 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去 就是他仗势欺人 抢走了烟烟 害得我们分别五年 现在闹离婚 还尚赶着不放过烟烟 我笑了 调查清楚后我才知道 原来当初柳如烟之所以跟我结婚 就是因为唐三太穷 他舍不得柳如烟跟他过穷日子 就盯上了家产丰厚的我 凑合我娶了他的女友 锦衣玉食养了五年 当初生下痘痘二人打的算盘 是等痘痘成年后 去赋留子 趁机霸占萧家家业 没想到的是唐三 居然是从小走丢的富二代 钱不久被找回 二人这才光明正大走到一起 彻底和我撕破脸 只可惜唐三到底是下流社会的人 没见识 他不知道的是 我父母为人低调待人亲和 他父母在我爸妈勉强提携都不配 至于柳如烟 结婚五年 爸妈对他像亲女儿一样 没有一点豪门架子 反观唐三的父母仗着兜里 有几个钢洞到处作威作妇 他才误以为那两个胡家虎威的玩意 比我爸妈还要厉害 可实际上 这两个人不过是姓肖的远房亲戚 沾点我家的光冲门面板 住嘴 唐三的爸爸当着众人的面衣巴掌扇上去 父母当众低头给我道歉 那对信求男女一脸匪夷所思 唐三 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你爸妈和我家是本家 论辈子 你还得叫我一声爷爷 怎么样 叫来听听 我戏血的观察一群人脸上变换莫测的神情 唐三嘴巴一张一盒还想说什么 又被他爸一巴掌打猛了 叫啊 这是你硝烟爷爷 快叫人 这是你太爷爷和太奶奶 见唐三棱在原地 他爸怒不可恶 真是废物一搞 小叔 里面请 别跟孩子一般见识 他爸妈弯着腰保持请动作 可我们一家三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眼见这场闹剧差不多了 我亲了亲嗓子开口 我们两家是亲戚不错 可唐三确确实实是你亲儿子 可怎么办呢 他身边这个未婚妻 好像是我还没来得及办离婚手续的前妻 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 以后你家的生意令找人合作 否则因着这个情面在 我怎么好意思撕破脸 这话一出唐三爸妈脸色都下白了 他们家主要的来源就是我家的定活 要是切断合作 离破产就不远了 我可是你亲儿子 你怎么呢 你说好了弄丢我二十年要好好补偿 肖家以后全是我的 不能这样对我 可他叫得越凶 他爸越不耐烦 带着那个贱人滚出我家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们有阿诚和小生就够了 算什么东西 据我所知 唐三是走丢的老大 下面还有两个同父同母的亲弟弟 至于同父一母的 那就更多了 一个手指头数不过来 他和家族产业生存上 选哪个显而易见 这不是真的 我是肖家长子 我要继承家业 唐三跌跌撞撞走到院子中心 受不了打击 嘴里一直念叨着手 一旁看戏的柳如烟一家 终于明白了事情真相 他妈妈扭着他的腰 催促着他上前和我和好 可柳如烟一脸执拗 痛苦地仇视我 柳如达也被吓傻了 现在他们一家 还欠着我上千万债务 就等今晚唐三认祖归宗 替他们还钱 可一切却被我打乱 肖 姐夫 你怎么不早说 都是一家人藏这么深干嘛 之前的事都是我姐的不对 都怪他老在我们面前 造谣你对他不好 我才误会你 你就消消气 实在不行让我姐 给你磕头扔牛 我是痘痘的亲舅舅 我们是一家人啊 他爸妈也跟在后面 陪着笑脸 对对 一家人 有什么说开了就好 女婿啊 今天你气也出了 我让烟烟给你好好道歉 你就原谅他吧 说着柳如烟的妈 一把拉过他的胳膊 两个人一左一右 按着柳如烟给我磕头 柳如达见我云淡风轻 直接上去按着柳如烟的脑袋 在大理石地板上 嗑个帮帮坐下 我早知道柳如烟一家重男亲女 让他嫁给我 不过是为了柳如打好我 之前仗着我对柳如烟感情深厚 一有矛盾 这家人就推柳如烟出来 我见不得柳如烟受苦和伤心 什么都答应他们 可现在柳如烟对我来说屁都不算 未婚夫被扫地出门 又被父母弟弟当众羞辱 柳如烟咬着牙走到我跟前 倔强的开口 萧妍 我对不起你 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求你放过唐三 放过我们一家 只要你放过他 我就跟你好好的 可以了吧 我皱起眉 前几天闹得那么难看 我只觉得心寒和痛苦 但今天 却觉得柳如烟面目可憎 他从来没在我面前这么恶心 见我不回答 他再次施舍一样开口 除了不上床 其他的事我都愿意干 我再给你生个孩子 你总满意吧 不满意 因为我这次 连你也不打算放我 我失去耐心开口打断他 亲眼看着柳如烟 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柳如烟一家和唐三 被赶出别墅 流落街头 他父母和弟弟 在路边对他拳打脚踢 失神的唐三 终于反应过来 推开三人一把 护着柳如烟 烟烟 我一无所有了 可我爱你 你还愿意跟我吗 柳如烟因为这句话 二十多年来 第一次挣脱了 原生家庭的束缚 三哥 你去拿我就去拿 什么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 他撇下一只吸血的父母 弟弟和唐三 失魂落魄 我消失在路口 消失在镜头的前一刻 唐三扭头阴霾的 看了别墅一眼 嘴里难难 早晚有一天 你们会亲自请我回来 我晃着手里的红酒杯笑 就怕你不作为 只要你敢动 我就要了你们的命 离婚手续在那之后 火速办好 我和儿子过上了 温馨平静的亲自生活 知道豆豆情况的宁小五 时不时就来家里 替我照看豆豆 亲手给豆豆做饭吃 暂时弥补了 豆豆母爱的恐惧 柳如烟一家 被我起诉上了真心 五千的工作勉强过活 之前在我这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柳如烟 不仅包揽一切家务 甚至还因为买菜缺金 少两当街和菜贩子 骂骂咧咧咧 只有他们情比金奸 是因为由我这个冤大头 承担了所有柴米油年 这次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爱情 在鸡毛琐碎中 还能留下几分 为了承担生活重任 更为了赚钱干大事 唐三早出晚归应酬 一开始还有闲心 每天给柳如烟下班 带一朵花浪漫浪漫 但一笑一句谢谢了事 又过了些日子 柳如烟就因为唐三 早出晚归不报备 跟他大吵大闹 之前的我是家族成员 我又以他们母子为主 从来都是准时下班 重要节日从不缺席 出去应酬也会自作 多情报备打塔让他放心 可唐三因为那件 大事忙得焦头烂额 魂不守舍 哪来闲心思打理他 那点娇气心思 推桑下他竟被唐三推下谋 刚刚怀上的孩子 也不信流产 过了些苦日子的柳如烟 竟破天荒给我打电话 萧妍 我流产住院了 居然联系不上那个渣男 还是你对我好 你能来看看我吗 我想你和儿子了 我不做惊讶 什么 你不知道吗 唐三坐牢了 他为了重回萧家 居然找人假造意外 害死了萧家另外两个儿子 以为就剩他一个儿子 总能回到萧家 没想到死了两个嫡子 冒出来四五个私生子 个个比他优秀有涵养 更适合继承家业 萧家不敢承担得罪我的风险 我之前派人盯着唐三的动向 把还查到的事情真相送到萧家 二人一怒之下报警 把他抓了和我示好 法庭上的唐三终于心灰意冷 供认不讳 萧家人请了最好的律师 死刑是板上钉钉的事 对了 你爸妈也死了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柳如烟爸妈 喝了农药自杀 柳如达却逃走不知所踪 知道一切的柳如烟绷不住了 在电话那头崩溃大哭 萧妍 我现在愿意回头 我们还有机会吗 我没有回答 鼓足勇气开口 宁小五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 做豆豆的妈妈吗 我会用尽全力让你和豆豆幸福 夕阳下 宁小五羞涩地伸出手 答应了我的求婚 我们一家三口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我对宁小五的情并不是突如其来 罢老了 准备余生和妈环游事件 之前我对他们母子上心 对公司的精力分散不少 为了尽快解放二老 我这段时间天天埋头工作 同时盯着唐三几人的洞下 离开我的豆豆全靠宁小五照亮 冷冰冰的房子 也因为宁小五时不时来访 变得有生气许多 我索性雇佣他为豆豆的家庭住家老师 辞去了幼儿园的工作 这些日子我每次应酬喝完酒回家 他总会在客厅等着我 给我热蜂蜜水 定热毛巾 又一次甚至不嫌弃我呕吐的污秽物 帮我洗衣服清理 更是担心我的胃喝酒伤身 我在家的日子变着花样做养胃粥给我 种种温暖 是我在柳如烟那五年都没有体会到的 跟别说他对豆豆比亲妈还要亲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豆豆也对他越发一来 思虑一切后 我终于再次鼓足勇气 勇敢踏出了一步 结婚那天 而子打扮成小花童 和我一起开车去接妈妈回家 半路上 一个棚头垢面的女人忽然拦住了车子 拍打着车门叫我和豆豆 老公 儿子 是我呀 我是妈妈 别不要我 求你消炎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后悔了 我们一家人以后好好生活 我也能给你洗衣服做饭 我能比他做得更好 别不要我 柳如烟哭着求我打开这门 可我无动于衷 豆豆更是满脸一糊 这个怪阿姨是谁呀 我们什么时候去接妈妈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马上就到了 我们一起接妈妈回家 让人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居然一把脱下身上的衣服 只剩下内衣跪在车外 消炎 我错了 我什么都给你 我现在就给你好不好 求你看我一眼 别不要我 我不能没有你个儿子 我捂着豆豆的眼睛 指挥司机立马开车 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 我才松了口气 之前梦寐以求 想得到的现在 他第三下四给我 我都觉得困扰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原来那件事早被我的新生活冲淡了 柳如烟衣衫不整地追着婚车 怕他有什么过激行为 破坏我和宁小五的婚礼 我无奈下报了警 可随后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从车后传来 我从后窗看去 柳如达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 拿着一把秀气斑斑的大砍刀 对着柳如烟挥刀而下 足足砍了数十下 边看边咒骂 都怪你个赔钱货 贱人 水性羊发的烂火 要不是你出轨 爸妈也不会死 我也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 我的一辈子都被你毁了 你也别想活 我死死爱的痘痘不让他向后看 直到看到警察从后面追赶上来 控制住柳如达 我才安心回头 这下世界算是彻底清静了 我和宁小五的婚礼顺利进行 宁小五的父母都是有涵养的读书人 没有柳如烟父母的天价财领 而是一心一意为我们的小家着想 我终于迎来了美满的婚姻 后来柳如烟被救护车送去医院的时候 早就断气了 柳如达当初在父母自杀后被人骗去打黑工 一天赚的钱只够吃口饭 要是少有不如意就对他动手打骂 可奈何他上了争行 又被追债的四处追 根本不敢抛头露面 只能不断淫缘 结果对方这次动手打断了他的鼻梁 柳如达气得拿起院子里 废弃的看到反杀了对方 早在父母自杀 自己的好日子保不住的时候 柳如达就记恨上柳如烟了 杀红眼的他又找到了柳如烟 将他砍死泄粉 后来柳如达被判处死刑 和唐三一起死在了秋天 我们一家三口携手 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日子